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样的 因为其实我们数据科学很多专业的同学最后都是去做数据分析师了 那这个数据分析师在我看来是会有一些偏商业方向相关的 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技术类型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我要职业发展的话可能是往一个技术更专业的方向走 那数据工程就我当时设想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本来我在读卧视的时候就已经想做数据工程了 但是后面其实因为想读PhD这样的事情 后面就没有完全去全身心投入数据工程方面 因为有匠人有数据工程的课 所以我就过来学习了一下这个课 所以这个选择也是这种机缘请和造成的 好的 那您觉得就是匠人的这种课程的内容和形式 和您以前在学校里上的课程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我觉得这个课程的形式更加的接近实战吧 因为我们这边也有很多数据工程的工程师 他们做的东西可能跟 因为我们的平台不一样 我们是在微软的平台做的 但是匠人的课基本上以AWS为主 但是其实它的结构是相似的 我觉得它的形式是 所以我觉得匠人的形式是非常新颖的 就很多东西能够直接用到实战中 用到我们现在的工作中 而且架构上也是很全面的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看很多全战项目的一个整体架构 也可以画出同样的图流程图出来 对等于说对理解实战是很有作用的 那学校的可能就不是很实战 因为学校其实偏重于做算法 那算法你可能会写很多的algorithm 或者也Python和Java写的很好 但是它其实对实战 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工作作用并不大 大概是这样子 好的明白 那您在来匠人学习之前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自己去找过工作 您觉得找工作的话 如果你没有来匠人学习 你找工作和您来匠人之后找工作 有没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区别主要是在于 我其实是有找过工作 我也在学校有做过一段时间的 research assistant 做科研方面的 但是没有真正拿到过一个这种 业界的工作 所以其实我觉得来匠人学习之后 找工作其实是给提供了一个 不管是简历也好 还是说我的专业技能也好 就会变得专业很多 其实学校的教的东西和学校的做的东西 难度都是很高的 但是他并不会对你找到业界工作 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学生还是很多时候要靠自己就实习和去摸索 那匠人学习之后 找工作就相当于有了 首先有一个很强的实习经验 也会有一个很体系化的对房业的理解 所以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变化其实也并不是说 就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老实说 其实这个变化就在于 我们对找工作的理解 还有这个态度完全会不一样 好的了解 那上一个问题 您的专业是数据科学 您现在也是数据科学家的工作是吗 您也上过数据工程的课 但您看来数据科学和数据工程 这两个专业在澳洲好就业吗 数据科学到现在为止 还是非常好就业的 尤其是如果你有IT和算法 和这个AI方面的经验的话 非常好 AI尤其是现在有Channel GPT出来 那你很多公司 其实会想要做一个自己的 属于自己的Channel GPT 就自己的资人领域的GPT 非那种非能直接跟外界联网的 那这个东西就是数据科学的一个最新的领域 那如果是数据工程的话 也是非常好的方向 包括像我们在Azura上 做一些大的Pipeline 做一些数据可视化 或者是这个什么数据Migration 它都是要用到数据工程的技能的 所以其实在澳洲 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就我说的好时机 其实是因为这个行业正在蒸蒸日上 但是其实因为现在随着联储加息 可能这段时间不是特别好 这段时间的经济形势不是特别好 对 可能大的方向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只是可能会有短暂的波动 对 就像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 你去找工作也一样很难找 一样 它就是纯粹大的经济环境不好 但是08年如果你能去做一个IT的工作 那后面10年20年 这把腾讯这些一样是非常好 非常有前景的 好的明白 其实这两个行业在澳洲的话 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岗位的需求量是吗 对 好的 那我们上一个问题 据你所了解的 就是数据工程 数据科学 包括数据分析 在澳洲的薪资水平 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数据分析在我的了解上 好像体型基本上是六万五左右 因为它确实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多分析的工作 可以由XLGBT 或者是其他的AI平台来替代 对 尤其是这种entry level的一开始 做可能就不是特别高薪 数据科学呢 它其实是一个mid level的工作 一般来说 大部分数据分析的entry level的工作岗位 做到两三年之后 都可以去投资数据科学的岗位 起薪我估计应该有八万五到九万这样 数据工程其实相对来说 也是mid level的 就很多初级岗位 其实你也没有那个能力进去 但是如果你能进去的话 基本上也有八万五到九万这样的区间 也还挺好的 好的 其实我有了解到一些同学 他就会想要转行的 就会考虑转行数据分析 有很多人其实会来问 自己转行数据分析怎么样 那您看来这个行业入行门槛 就是低不低 需要怎么样的专业基础这样 这个行业的门槛 其实并不高 在我看来 可能在五年前 这个算是一个很前沿很心惊的领域 但是这个几年时间过去之后 它确实门槛降低了很多 尤其是在B站 在YouTube都能找到很多相关的视频 教你怎么去做 而且这个行业的 就是说实际上很适合那些懂数据的人 懂行业内数据的人去做 而不是很适合新的安届毕业生去做 那我认为如果要转行 这个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向 就它没有前端 或者说是全站这个方向好转行 但是怎么说 如果你有一个很强的行业背景 比如说你在金融行业做了很多年 你在电器工程做了很多年 你想转行往复去分析这个方向转 这个倒是非常好 因为你有本行业的工作经验和这个见识 那你做数据分析 等于是给你自己的职业去add value 去加了一些这个可行性进去 那就非常好 所以这个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很看你个人的背景的 我不能说对对于随便一个人我也能给出很好的建议 但是我建议说如果你有金融或者是电器工程 或者甚至是什么反正就地产行业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去用你的用新的数据分析的思维去入行 把你之前的那个方向做的越来越好 对这个是我的一个建议 好的了解 其实这种还是比较适合有一些背景的人 可以做一些复合的一些事情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我一个建议 如果说是面临一些中年 或者说是你做电器工程师做到了一个瓶颈 你想转行 其实很好 这很好的很适合的 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 今年2024年 您刚刚也提到可能有一些经济上的变化 可能影响就业市场的变化 您这边关于这个还有没有一些见解呢 2024年的数据科学就业市场 其实会比较紧张 其实2023年就已经开始紧张 但是我个人觉得倒也是一个挺好的去准备的机会 因为后面如果要降息呀 或者是整个的市场行情变好 那对于二方面的人才肯定是有很大需求的 那澳洲的数据科学 其实还是挺小众的一个领域 因为怎么说呢 很多行业都没有完全的数据化 有些行业可能还在用一些很老的系统 比如说零几年 一几年做了一个网页的提交系统 那它其实是就没有特别大的需求在里面的 所以我觉得2024年跟以前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但是如果是跟新兴的领域相关的 比如说数据科学再加上AI这个领域 或者再加上云计算这个领域 那确实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 所以这个要细分到不同的小领域去讨论 会比较有意义 好的明白 不知道您这边您自己也找到了工作 也通过了学习 有一些可能实习的经验什么的 对于我们面对一些现在找工作的同学 您有什么找工作的技巧 或者说一些面试经验可以分享的吗 我其实要把我感觉找工作这个方面的事情 最大的决定因素还是来自于你多投 多去拓展你自己的人脉和渠道 尤其是在澳洲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人会只靠投几分简历 去一两场招聘会就很轻易的找到工作的 所以数量是一个很大的技巧 还有一个找工作的技巧就是去target到你想要的那个领域 去找那个领域的人去social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之前在匠人的课上学到的 怎么样去做coffee chat 怎么样去找到你想要的那些人或者是细分领域的大牛 来让他们推荐你 这些也都是很有意义的 在因为我们是在阿德莱德嘛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相对比较封闭一点 我希望说大家在这种比较封闭的地方 能够多多的把自己的心态放开 多去social多去认识人 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技巧了 谢谢 您在当时您去投递简历面试的时候 面试大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吗 我当时的面试 首先我觉得我的领导非常重视我之前的项目经历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把你的项目好好的去sort一下 把它整理成一个很漂亮的file 会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东西 因为大部分人他都不会 不会把自己之前的项目经历做得很完美 但是因为我当时是有好好的做一些思维导图 把我的报告还有我的整个项目的sketch 当时从规划到做出来的这个流程 全部分享给我的面试官了的 所以这个对这个也是一个技巧 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拿去用一下 好的非常的受用 您现在工作日常大概是什么样的 您觉得这个工作在life and work balance方面 有没有什么分享的内容 我之前有在国内工作过 我觉得跟国内比这边的work life balance 肯定是大大的很多 这边确实也比较轻松一些 我现在工作的日常 我可能早上去的会回一下邮件 中午开个会 下午有的时候做一下开发的工作 我们有很多etl pipeline需要去看的 有的时候就做数据移植 或者是做就是像lambda trigger一样的东西去做 还有很多要跟同事去合作 把主要上的东西 就是微软的主要上的那些云上的项目 给它完善的 我们还有很多报表 dashboard要去看的 可以说还比较充实 我们部门其实管的相对比较少 所以大家都比较轻松 没有说很被复兴 我们的API也相对比较灵活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个氛围 其实我自己也是没有太多这个专业方面的知识 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外行人来说 您觉得有没有一些关于这个专业 这个行业的小知识 可以是外行人也可以了解一下的 其实这个真的非常多小的点 大家可能没有入行 就不会特别多了解 实际上我们数据科学 很多东西都是你看起来很贵 但其实你自己可以以便宜的价格去搞定的 就打个比方说 你想要去考一个微软的 Azura的一个什么证 DP900 你可以通过去参加它的virtual training 来获得一个voucher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在考证的时候能打折 还有一个对于很多工作的人 你们工作的 比如说你要转码 你工作的一些training 你是可以尽量的去往转码方向靠的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公司会给大家做数字化的培训 那有的时候有Power BI dashboard 两些东西会给你培训 这些东西都可以能参与 尽量参与 这样之后找工作真的会非常有利 对 主要是这些 我希望大家有空都可以去什么AWS Azura上用它的免费的tear 就free tier免费的方式的那些套餐 去试一试 做一下自己的小项目出来 这样对于你后面找工作会好很多 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好的很清晰 我看您刚刚有提到一些证书是吗 对 您觉得证书对于这个行业重要吗 证书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我个人觉得 尤其是对于你要做contractor的话 非常重要 澳洲的contractor时间其实非常高的 有些人150刀一个小时都有 所以说如果真的能够通过考证 去获得这样一份工作 是挺划算的一个事情的 但是考证也要考虑到它的requisition 有些证书其实非常基础 你考的也没什么用 但是有些证书 有些证书你又要先考一个低级的证 再考一个高级的证 这个考证确实是一个很需要去研究的事情 但是大家都可以去研究一下 Azura上面的一些考证的体系 他们有自己在官网上有很明确的讲述 我的非常的受用 那您觉得有很多同学 其实会比较担心自己的英语水平 对于这个行业来说 英语水平重要吗 对于我们Data Scientist 或者说Data Analyst 这个方向其实非常重要 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不愿意说 你只愿意写代码的话 这个行业这个岗位 基本上是很难做下来的 因为很多人就在我们部门内部 很多人他其实对于爱不是很了解 那他可能做着自己本专业相关的工作 有可能是电器工程 有可能是法规业政策 有可能是商业上的东西 那就需要我们做IT的人 去给他们解释我们做的事情 跟他们解释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我们要怎么做 这个东西的对语言的要求就很高 但是我不是说劝退大家说 如果你英语不行 你就不要来做 我觉得如果你愿意去沟通 哪怕你手脚并用的去说 能说出来也足够了 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沟通 是依赖于Teams或者是邮件的 那你书写 书写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提高 比如说你可以用翻译软件去写 你也可以用ChairGBT去帮你写 对口语的方面也可以 怎么说呢 主要还是关于你怎么去表达 关于水平 主要还是跟你表达的能力相关 如果你能表达出来 其实就没有问题 不用太担心 如果不能表达出很清晰的意思 那么其实在澳洲 每个行业都会有很困难的 大概就这样子 好的 那您其实在工作的时候 这种英语的使用 是那种可能比较日常化 比较口语化的这种内容呢 还是比较专业化的内容比较多呢 跟我们组相关 我们组主要是做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的 所以我们还是挺多专业相关的词汇的 我们也有很多作写 不会怎么说呢 其实难 我个人觉得如果我还在读书的话 可能还是挺难的 这些专业性的词汇的话 是您到工作之后才开始学的呢 还是之前就已经学了呢 我觉得是跟工作相关的 很多词汇 其实我在工作之前我也不知道 他们也没有expect 他们也没有期待我知道 但是在聊天 在沟通过程中 还是要不断去学习 去理解这些意思 好的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把咱们的职场 比喻成一个游戏 就是把一个公司 比喻成一个游戏 您觉得数据科学家 在这个游戏里 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数据科学家 在如果职场游戏里面 其实更接近于一个工程师 跟一个专业领域相关的expert的 桥梁的角色 这么说吧 如果说完全不知道 我的数据表达的是什么东西 就他给我的 他给我的是一些很专业的数据 那我其实也没有办法去产生什么价值 我也分析不出来什么 但如果说我知道这些数据是什么东西 那我虽然可以去分析它 但是我效率很低 所以数据科学家就是处在这么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两个大的领域交叉的领域上 可能我们不是那么专业于专业相关的数据 但我们也可以理解一部分 我们用我们的交流技能 用我们的总计学的能力 去帮大家分析数据 提取数据 还有做数据报告 还有做数据可视化 这个角色其实就相当于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辅助性质的角色 对 而且是一个很强的辅助 可能有的时候还要自己 自己上场去打一打比赛 去打一打突出 这么说可能有点 对有点好玩 对 我听您讲的话 其实我会觉得 我不知道您玩不玩英雄联盟 这样的MOBA类的游戏 就是这样的游戏里 辅助角色都是偏向于那种要分析厂商的局势 然后来做出判断我们要怎么样去进行下一步 我自己会感觉可能会比较类似这样的一个大楼性的辅助角色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没错 而且他辅助可能有的时候还能输出一部分 还能做一些前排的输出 这个就很有意思 我觉得很有意思 是一个很好的岗位 确实 好的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有很多同学会对数据科学和数据工程 这两个专业有一些错误的地方 就是不清楚 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相同的 可不可以请您介绍一下 数据科学和数据工程的一同点 其实还挺难界定的 有的时候数据科学要做一些数据工程的活 但是数据工程一般不会做数据科学的事情 在我的理解 比如说你像搭建管道一样 那数据工程就是专门去 这个就是工地上搭建管道设计 怎么怎么造一个房子的事情 那数据科学就更接近于一个建筑设计师的角色 他就需要把别人搭建好的房子 就把自己的想法 或者说把别人的把自己的见解 用一个大家能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 但是他背后的事情 还是要让这些建筑工程师的人来做 我不知道这样说可不可以 但是感觉确实跟数据科学家 确实是有点像建筑师 数据工程可能就确实有点像 什么工程的工程师 小哥们 有这种感觉 好的 您这样讲 我会其实比较直白 比较清晰的 好的 那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我们就是您最后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觉得想跟 如果大家看的话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实际上在找工作的过程中 大家都经历了很多挫折 主要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也不容易 多去看新的事情 多去搜索 多去比如说在上课呀 或者是在这种匠人这样的平台 多去看一看 会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如果对 但因为现在确实找工作比较难 我希望大家都能坚持下来 坚持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 如果是就只有工作的小伙伴 还希望大家都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 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 好的 谢谢 拜拜